本期我们来聊一下TOR的网桥 我们先开门见山说最重要的 网桥它的使用场景 网桥是用来隐藏我们正在使用TOR的事实 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 TOR它不是拟明性很强吗 为什么还要网桥才能隐藏呢 这个请听我们一一道来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网桥的概念 网桥指的是位在TOR公共目录里 列出的TOR终继节点 而普通的TOR终继节点的信息都是公开的 包括入口、终继和出口节点 全部都是公开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站的 所以很简单的就屏蔽了TOR的一个原因 包括网络运营商 如果它想了 它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公开的TOR节点 得知我们是否正在使用TOR网络 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呢 如果网络运营商甚至网站 都知道我们正在使用TOR 那我们岂不是 但是也仅此而已 它们并不会看到我们访问了哪些内容 也仅仅是知道我们正在使用TOR这个事实 至于为什么要公开这些节点呢 因为TOR客户端使用这些信息来构建电路 尝试将这些信息保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运行客户端来获取这些节点的列表 然后将其发布 而对于出口中计的运营商来说呢 它们公开这些节点呢 一方面有助于处理滥用的报告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处理这些版权的问题 而对于出口节点来说呢 通常情况下运行出口节点都是一些机构 比如说某些大学 某些注重数字隐私和网络安全的一些机构 因为出口节点呢 对设备的要求比较高 无论是带宽 还是服务器本身的配置 而它们公开报告这些事实呢 可能会有助于它们处理滥用和版权方面的问题 好的说完TOR网桥的概念呢 那么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常见的网桥 以及各个网桥它有什么特点 第一种呢是OBFS4 OBFS4网桥呢可以确保TOR流量呢 是不可区分的随机数据 利用这种混淆的技术呢 可以确保没有人注意到 我们正在使用TOR 尽管如此 但是呢在一些审查严格的地区呢 该网桥呢可能能发挥作用 第二种呢是Snowflake网桥 该网桥呢在拟明性方面呢非常的新颖 它用了一种先进的伪装技术 这种伪装呢足够聪明 因为它看起来呢 像是正常的视频通话或者是语音的流量 从而呢绕过审查和监测 第三种呢是MIC网桥 它呢是由微软的Ager 云基础设施来提供支持 使用该网桥呢可以让我们的链接看起来像是在微软的网站上一样 而不是在使用TOR 即便是在审查非常严格的地区呢 该技术也是有效的 然而MIC网桥呢 它的桥接器通常运行的非常缓慢 因为它们依赖的是消耗资源的云服务 所以说该网桥呢它的效率是很低的 以上三种网桥呢都是一些比较古老的网桥 而2024年的3月份呢又有一种新的网桥诞生了 就是WebTino 该网桥呢使用的伪装技术呢给人的印象像是用户呢只是在浏览网页 这是一种新的技术相对来说呢 越新的技术它的效果肯定是越好的 好的说完这四种网桥呢我们可以总结到 这些网桥呢他们都用了这样那样的伪装技术来伪装我们正在使用TOR的实施 而且呢各有各的特点 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两种使用场景 如果我们追求效率呢 我们可以选择WebTino 然后BFS4这两种 而剩下的两种虽然呢它的混淆技术更加的兵器 但是效率方面呢比这两种要慢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获取网桥的方式 现在获取网桥呢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呢是Telegram 从这个网桥机器人来获取 第二种呢我们是在网站上获取 而第三种呢是我们发送一封空的邮件给Birdies Tuerproject.org这个邮箱 这是发送一份空的电子邮件啊 我们不需要输入任何内容 当然了这个邮箱的话可以使用谷歌邮箱 或者是Resop邮箱等等 这里边呢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目前呢WebTino这个最新的网桥呢 它只支持我们通过BirdiesTuerproject.org 这个网站来获取 因为目前为止呢它这个新颖的技术呢 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分发 那么关于Tuer网桥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在使用中有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那么最后呢如果视频对你有用呢 麻烦按赞订阅转发来支持一下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